今天早上 本來三點半的時候 極山開始漏洩了 一直漏到再去九點才停 這次有兩公分換 這也是我們臺灣今年 入秋以來的頭一張小 有九十塊的頂山客 去尊到這張小 他們都說他們很開心 也很幸運 極山漏洩在秋天的臺灣 並沒有常常看到 剛好尊到今年第一頂 漏洩登山客非常開心 極山下雪了 103年11月14號 14號在十三點的時候 極山的珠峰就開始漏洩 百分山中通風極山的珠峰 珠峰面上的酒杯子 都寄給北山來蓋住了 漏洩趁多到九點外的時候 已經到兩點二公分 這麼多登山客在雪地裡面 慢慢向前走 在時還夠收九十多名的登山客來進山 但是國家公衆 橫風也提成功 如果那是中筆無奇傳 方向這裡登山客 賣公頂 14號會在時 氣溫回升後 氣溫也慢慢消去 氣溶站表示說 遭到這波東北貴風的影響 回十二號以後 極山的氣溫在晚上都能降到設施零度 國家最14號會在時水氣有夠 露西條件非常衝突 但是雖然當北貴風慢慢的減弱 天氣也慢慢變好 接著來幾天如果要看到露西的機會 因為應該是不大 記者 綜合報導